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底之前召开立会 这次立会的内容主要是听取上次几大部门汇报的结果 果然是一模一样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两份文件 非常搞笑 都是学习习思想的文件 习近平主持会议研究学习习思想 这次会议审议是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总结报告 还有一份是关于巩固拓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 这次政绩会议没有提及三中全会 没有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 现在看2月份不可能开了 因为2月份要开这次政绩会议会公布 2月份又过春节 过春节然后马上要部署开两会 人大政协的会议 3月份3月初就要开两会了 所以三中全会三月份都不一定开了 习近平完全是破罐子破摔了 三中全会也不开了 这两天股市又在震荡 昨天上证指数又下跌了1.48% 还1.48% 又是暴跌 非常搞笑的是昨天的中国证券报 发了一篇社论 这篇社论说昨夜有重大利好消息 明天肯定高开 结果反而暴跌 多搞笑 现在中国股市已经成笑话了 中国证券报的文章说昨夜信心来了 A股开盘见 结果A股开盘就开始跌 今天股市开盘又是跌 我录节目的时候是跌1% 上证指数昨天继续暴跌 拉出第三根大阴线 几乎把此次反弹近200点的涨幅给抹掉了 指数反弹仅仅维持了三日阳线 就阳尾布局掉头向下 股市暴跌与市场预期出现高度重合 已经形成戴维斯双杀的恐怖场景 股指会在前期低点2724点处形成双底吗 估计是悬的 本次反弹在拉出第三根长阳时 我就一再提醒国内的股民朋友 要珍惜这次出逃的机会 这可能是股市大崩盘前 位数极少的掏生机会了 股指已经有效击穿第一道支撑线2863点 现在正在砸向第二道支撑线2646点 但从盘面筹码的进出来看 仍有不少股民在往坑里跳 真是佩服他们刀口舔血的勇气 人性的贪婉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万古不变 股市不单是经济的晴雨表了 股市也是老百姓信心的晴雨表 股市这样跌跌不休不就说明了问题吗 我不知道中共的畅想经济光明论 还怎么继续畅想下去 如果继续暴跌形成股灾 股民们就应该起了威权 应该去中国证监会去示威游行 你政府的那些利好措施 你得兑现2万亿入市在哪里 中共你政府不能空口说白话 你得兑现你那些对股市的承诺 所以我觉得再跌下去 股民们要去证监会闹市了 昨天的节目中 我说到习近平整肃军队 有一个名单 主要是火电军的名单 有那么多高级将领被整肃了 我让大家看一个列表 列表的照片我忘了贴出来了 现在贴出来让大家观赏 这么多高级将领被搞掉了 昨天有一个消息 是已经半年多没露面 一直被审查的 战略支援部队司令拒谦生又露面了 拒谦生露面是全国人大代表 第四视察组赴贵州集中视察座谈会 在贵阳召开 官媒发布的画面显示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拒谦生 等多位将军参加座谈会 此前一直有媒体报道称 拒谦生卷入火箭军腐败案 长达半年受审查 没有公开亮相 报料消息说 此次拒谦生露面 是习近平向军头们妥协的又一体现 许弃亮露面 拒谦生露面 这是习近平整肃军队遇到挫败的表现 军队内部 中共军队高层传出的爆料消息说 现在习都不是四面楚歌了 楚歌还好一点 大家唱唱歌吓唬你一下 他是十面埋伏了 就是这些老军头都已经把他围起来了 埋伏在这准备干掉你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做出妥协 军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保守封闭 自成一体的利益集团 对荣誉与忠诚 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看中山头 军功魅力 提携关系等等 在所有的改革当中 军人的改革是最难的 连中共的军报也提出警告 称深层次的军改会导致军队的动荡 现在习近平想打仗 他又乱搞 他这个人又很蠢 又不懂军队 他要是懂军队 他就不会把军队搞成这个样子 习近平这样折腾整肃军队 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 有一位中共的红三代 他的爷爷叫黄富生 是中共创党的元老 这个人叫黄亚生 现在在美国一个学校当教授 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说中国的经济即将彻底崩溃 早在2022年 当全世界都以为中国会在新冠疫情后 应来强劲的经济复苏 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学者 曾任世界银行的顾问 现在是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黄亚生 已经写书预言 他预言说中国经济将应来全面衰退 身为红色家族的第三代 黄亚生的爷爷黄富生 是中共的创党元老 他长期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 以社会科学角度解释中国现象 间接鞭辟入离 针对目前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 消费疲软 外资撤离等经济困境 黄亚生认为需归因于专制体制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 许多人认为这要归功于中国模式 也就是以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等措施干预市场 保持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 让经济在相对不自由的环境中 搅出亮眼的成绩 但是黄亚生认为 其实中国模式并无特别之处 归根究底是民主自由体制 有利于经济发展 专制体制则不然 黄亚生观察 专制体制下的中国 知识于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是因为向外汲取了 民主自由体制的有利条件 若回顾历史 我们就不难发现 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也正是最自由最开放的时期 他举例说 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香港作为英国扶植的 国际金融中心 为中国提供原本缺乏的法治 和有效率的自由金融市场 许多由中国官方扶持的企业 得利于香港的金融市场 而快速发展 例如联想 1994年在香港上市 因此在创立扩张时期 都能够取得足够的资本 这在中国本身的体制下 是不可能发生的 此外国际合作 也解放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例如原本采用 上对下管理的中国大学 因为与美国大学合作 而享有学术自由 这是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的 中国大学 还是能够取得很多科技方面的进展 许多中国的科技公司 也在此时期走向国际市场 例如华为 很多人认为华为是靠中国政府 扶植政策补贴的公司 但你仔细看历史 华为许多早期的成功 都是在海外 它是中国最有国际合作精神的企业 简言之 黄远生认为中国经济 并非受益于专制政府的干预措施 而是借用了西方的民主法治体制 自由金融市场 以及产业合作 学术合作 而得到成功 中国的成功是开放的成功 是改革的成功 是在国家权力减少的情况下的成功 而不是在国家权力增加的时候的成功 厘清了这一点 如今中国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 也就呼之欲出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正在走回封闭的路线 一连串历史的偶然 让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走回专制的老路 在这条路上中国能走多远 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预期的 是在专制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将持续走向崩溃 11月份美国将迎来总统大选 到现在还有10个月 如果是川普重新上台 世界的格局将会重整 川普上台会是中共的噩梦 昨天台湾智库举行了一次研讨会 余茂春先生有出席这次研讨会 并发表了重要的演讲 余茂春先生是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智囊 余先生的演讲透露出下一届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 今年年底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 前总统川普很可能再度当选 对此曾在川普时期担任国务院顾问的余茂春 31号表示 大家放心川普总统是个商人 讲话很直 背后有个战略重心 50年后我们再来看川普最重要的外交成就 就是把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转到对中国 并重新界定中国对全球性的威胁 余茂春先生说 最近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 大家一开始以为川普的谈话是情绪性的谈话 这是不对的 对于台湾疫情的处理 他认为台湾的处理是全世界的典范 而台湾的选举 他认为也可以教美国人怎么办选举 例如当时美国人制定选举法律的时候 是农业社会选在星期二投票 因为星期日要休息去教堂 但台湾选在星期天 台湾对世界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面积 余茂春先生说 川普上台后美国的政策为什么变化那么大 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是1950年6月26号的韩战开始 杜鲁门总统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也就是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 任何总统在这上面是不可能改变 他认为大家要有信心 不管是哪个总统上台 余茂春说 川普总统是个商人 不管程序 最在乎效果 对于伊斯兰国的议题 当时川普就对国防部长说 你把IS消灭掉 川普认为除了对他的贸易谈判 不要过分插手外 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怎么改 他都不管 所以蓬佩奥和他们就大胆的干 没有白宫施加任何阻力 李先生表示 川普时期的美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成就 就是重新界定全球对中国国家的定义 他已经不是传统的地区性威胁 而是全球性威胁 包括不仅威胁台湾 威胁周边国家 也打破国际现存秩序 也就是技术上 军事上 经济上摧毁美国的战略领先地位 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最重要的是中国是专制政权 因此台湾的选举对中国的影响相当大 余先生还说过去美国是以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理念 让中共进入世贸组织 参与国际经济 希望共产主义能够变成自由化 但是这个幻想已经彻底破灭 但美国从卡特开始都没有一个总统 有勇气改变这个政策 只有川普总统才有勇气重新定义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以茂春表示中共是想制造全世界对他的经济政治依赖 例如一带一路等等 但他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是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 对于川普如果今天再度当选 对美台关系有什么影响 以茂春说大家放心 还不会有什么影响 川普总统说话很直 但是他很直 他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考量 他说大家不要觉得川普说话没有边际 但实际上他背后有很多参谋 这些参谋给他出了非常好的主意 以茂春说50年之后 我们再来看川普时期的最大的外交成就 就是美国把战略中心从欧洲中东迁到了中国 使美国能够倾尽全力来对付中共 今天在我们加拿大有一个重要的新闻 是加拿大政府驱逐了一个中国女间谍 这个女间谍叫张静 她是中国侨办派到加拿大来的 这是加拿大政府近年以来公开驱逐的中共的间谍 这好像是第一人 显示了加拿大政府对中共在加拿大进行间谍 活动的义愤 因为加拿大政府认识中国政府从事危害加拿大利益的间谍行为 而该女子的工作帮助了中共对华人社区的监控和威胁 所以中共政府不要小瞧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政府的安全保卫部门也不是吃醋的 加拿大的安全机关维护加拿大的安全决心是非常坚决的 这个我是了解的非常清楚 而且最近有一条消息是中共勾结当地的黑帮 企图对我个人不利 这个消息已经被安全部门监测到了 此事正在调查当中 一旦查实 加拿大警方一定会重拳出击加以处理 我不一再讲吧 我这么大年纪了 不怕中共跟我玩什么歪的鞋的 我现在只怕闯灭 而且闯灭之前 我的小方叔有几本一定会及时抛出来 你们放心吧 昨天欢乐环节 我放了一段视频是一些00后的俊男靓女 他们演的一段小品 这段视频有的网友都看得很感动 有的说看哭了 欢乐环节把你们看哭了 不好意思 这段视频的确是很好 让我们深思给我们启迪 不同的角色 让我们去跟自己进行对照 我们是这段视频中的哪个人 我们是哪一类人 我们是分爆米花的 我们还是受骗的 我们还是不得不屈服的 还是我们准备站出来反抗的 让我欣慰的是 国内的这些年轻人 已经不断的在决心 他们非常有智慧 也懂得自由的珍贵 他们没有放弃 对善对爱的追求 对民主对自由的追求 这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欣慰的 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这段视频 我还想让大家再看一遍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这些年轻人的这些年轻人 都会让大家看一遍 这些年轻人的这些年轻人